哈喽大家好,我是Master,疯狂假面舞会 今天呢,给大家继续带来这个板块的内容 大家不要觉得这本板块只是单纯的书了 其实是很有教学意义的 我希望这个厂上一些奇怪的事情不要再发生在你们身上 你们也尽量避免 开具标签身份,进主,曹昂,天舟 细致才呢,被主攻打了一下,也跳钟了 这里面咱们就看一下,这个厂上的身份 开局的话,你不要去确定所有身份 你确定一个大概率身份就可以了 曹昂,细致才大概两个忠臣了,已经确定了 然后佐斯要杀,没有杀出去 不能确定他身份 但有些人肯定就给他标钟了,不是标内了 有这个希望,但是呢,不要说 我希望大家更严谨一些 这里面细致才乐乐许优 他认为可能他们身份跳齐了 毕竟佐斯没有打主攻嘛 但是他没考虑过佐斯装身份的可能性 这个刘赞 刘赞的话,怎么说呢 刘赞这种过牌的话 其实是为了过牌而过牌 他其实根本没有排序 包括把杀的最先用 可能也是只是为了过牌而已 所以说刘赞这个武将的话 真的有的时候很上头 会把一些正确的排序全排走 刘赞上了闪电 他认为许优能控闪电 专门把我把许优的下加连上 然后让许优批 这样的话会赚很多 但是他没有考虑过 佐斯是装身份 许优外衣是忠诚怎么样 他没考虑过这件事 说明他不太稳 这一套戏子跳 有一张名头 怎么说呢 刘赞的话太多了 他没有预见过装身份的说明 这个佐瓷 佐瓷好像貌似不太会控牌 杀了一刀曹昂 这里面敌寒冰下 细日彩那张细日彩那张名头 陈群刚才在连环的时候 他已经跳反了 所以说现在身份大概就起了 从这个时候才可以确定了 许优的身份 知道吗 因为许优跳出来身份了 陈群这个补牌非常好 一下补了这么多 排插一下拉六张 这把没有任何 在当时来说的话 没有任何意外的话 这把稳赢了 陈群没有刷闪 后卫刷闪刷陶啊 是一个必须的 刷不出来呢 不怪你 但是毕竟从我的视角来说 你没有刷闪 这个时候还给了佐瓷一个信号 从开局的时候就知道 这个金森权不会玩 为什么呢 他开局标志恒 你开局没有 并没有打压制 而且标志恒 然后很难受 他直接标志恒 他手牌已经很确定了 大概就留了桃呗 这个桃应该是开局留的 借孙权并不是一个人人都会玩的 有人觉得啊 志恒嘛 谁都会 很简单的 主攻戏日才两个拆 打死不拆这个闪电 我都服了 他真的不觉得许优控闪电劈死的吗 这运气不错 许优被自己批了 无所谓 但是还有一个闪电 这个回合只要批我就可以 结果这个傻子没有顺 黑桃二八卦 不控八 不控那个黑桃二 不批我 然后把我的连环解开了 我当时直接就说一句 因为他打完了 这不是嘴牌 打完我才说的 我直接觉得这个人很提神 这是个脑残嘛 还天香 是你连的天香好不好 我当时就懵了 这是什么水平的一个人 稳赢的局 当时西日财残血 主公被批 连着西日财被批是六滴血 六滴血他们大概率救不不来的 包括他刚才杀了两刀曹昂 自己控的一张红桃 杀两刀曹昂 等于给曹昂控了一张红桃 他根本不会控牌 送了曹昂一张桃 这把当时我就挺绝望的 稳赢的局 刚才只需要批下来 批下来的话 我掉三滴血 但是我能过牌 不慌的 然后那西日财必死 然后孙权直接掉三滴血 然后曹昂掉三滴 结果他解开连环 完全看不懂这个许 而且他把控的牌权打出去 控的牌权送给曹昂了 包括他第一张桃 我当时就懵了 这种水平的人真的不要来军吧 真的让人很气愤 他们问题最重要的是 现在厂上的人居然没有看出来 他有没有失误 所以说当时我就觉得 这把应该能做出来一个视频 应该能让大家看一看 稳赢的局 就是那句 吕布的那句台词怎么说 天语不取 反授其咎 就是老天让你赢 你都不赢 那肯定人家给你支撑好台 人要百秒了 我再说一句 先锋不先锋 我们有歧视的关节 我只说这个人 在我这不存在歧视关节这一处 我只能说 怎么说呢 萌心啊 咱们萌心 不要玩那种高难度的武将 包括孙权 其实有些人孙权就是个制衡 有啥难度 排序可能都不知道 包括怎么制衡 像他孙权开预标制衡 就能报个他的水平了 包括西日才孙权 两个人一起合伙 拆我这张韩冰 韩冰是克制西日才 是值得拆 当时他们两张拆 就应该拆这两张闪电 但凡这个许游会玩的话 他们已经没了 结果他们没有看见那个闪电 许游呢 把这个最好的机会放过了 黑桃二的八卦不顺 顺完之后直接压八卦 这把就赢了 结果这个人才 是真的个人才 我当时就懵了 反正怎么说呢 我是挺懵的 孩子 别来至尊了嘛 咱们菜 就别来至尊了 不是说不让你来 你听菜了 让大家过得都不好 对不对 你就是去普通场练习练习 几千场 就不难打 对不对 结果走了 完全看不懂这些人在干什么 刘赞呢 其实也有问题 后卫陈群非要说有问题 就是没刷闪 但是人家辅助已经顶天了 运气非常好 三次黑还是两次黑 过了一堆牌 拉了六张牌 六张牌差 这已经是 他这一回合做的已经很完美了 除了最后没刷闪 可能也没刷出来 跟后卫 结果呢 还有个左辞 内奸的选项 你们不会觉得 标左辞 能给孙权当内吧 标左辞 你凭什么和孙权打 就是 他的确 他只要不 没有那种特别强的控场的话 没有特别强的画权的话 基本打不过单挑 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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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认识